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 可以给老师在公民上打出老师号三个字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天秘的梦 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 这换去时刻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老师看到同学们正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直播间 欢迎我们的山永霞同学 欢迎新同学 欢迎各位同学们 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同学们 咱们在公民上给杜卷老师打出老师号三个字 今天杜卷老师带领着各位同学们 咱们将已经学过的这12首歌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咱们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咱们 确保了每一首歌全部都掌握 让我学明白的在情况下 咱们再往下进行 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同学们 咱们给老师在公民上打出老师号三个字 欢迎王秀华同学 同学们今天是从大鹏APP进来的吗 还是从链接进来的 风雨送遍了世界的角落 其他同学们 老师怎么没有看到你们讲话呀 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同学们 咱们可以给老师打出老师号三个字 今天杜卷老师将会带领着各位同学们来将咱们之前所学过的内容 咱们来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因为有同学跟老师反应说 老师 我没有说将之前学习的每一首歌全部都掌握 那么包括杜卷老师在听各位同学们作业的时候还发现 同学们还对咱们的某个知识点进行了 哎 还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呢 杜卷老师特地给同学们去申请了下来了这个课 让同学们确保同学们在咱们掌握了咱们所学的每一个内容 每一首歌的情况下 咱们再往下进行 那么今天呢 杜卷老师将来带领着各位同学们 咱们来对第一部分 乐理与市场链的部分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那么咱们 乐理与市场链这一板块的前两节课 第一堂课 老师带领着各位同学们 咱们初步认识了简朴 那么认识了简朴之后 有了一定的音高概念 知道每一个音它的走向高低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在唱歌的时候非常轻松了 也能够让咱们唱歌音准变得好起来了 对不对呀 同学们 那么第二堂课呢 老师带领的同学们 咱们认识了C大调音阶 那么认识了C大调音阶之后 咱是不是就能够自己做发声练习 能够找到C大调在哪里 以及C大调之间音与音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那么这两节课呢 是所有学习音乐的每一位同学 不管说您是学习声乐还是说学习契乐 咱都会去学习的这样一个板块的知识点内容 那你看咱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为了让同学们都能够在今后咱们唱歌的时候能够唱谱 老师教给了同学们 首先认识了钢琴上的Do,Re,Mi,Fa,So,La,C 到在什么位置 找到了咱们的中央C 对不对 也知道了这个大概的音阶的一个划分 从小字音阶往右走 小字二组 小字三组 往子左走 小字组 大字组 大字一组 大字二组 等等 咱们了解了音区之后 是不是就能够知道 老师我是唱小字一组 我是中音 或者说老师我是小字二组 再往上走 我是高音 还是说老师我是大字组 我是南中音 南低音 同学们是不是都有一定的概念了 包括啊 在整个曲子的学习中 咱是不是也认识了一些音乐符号 比如说连线 以及反复计靠 是不是全部都在咱们的这个 在咱们的这个学习当中有去练习呢 对不对 来老师呢 先带着同学们 我们来做一个口部操练习 然后咱们先来做发声练习 老师就带着同学们 复习一下咱们第一节课所学的同一首歌 和第二节课所学的耶利亚女郎 老师看到啊 同学们也已经进入到的直播间 那么还没有说话了 同学们 我希望咱们都能够积极的跟着杜卷老师互动起来 因为只有你们把问题抛出来了之后 我才能够把好的内容才能够知道你们所欠缺 你们需要的地方在哪里 就像咱们有同学说了 老师我没有教作业是因为我对这个歌曲没有完全掌握 我是不是才去才能够去把这个课程进度给同学们放下来 给同学们申请了这几节课 让同学们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确保每一位同学全部都掌握了之后咱们再往上进行 是不是 如果你不说的话我知道吗 不知道 对不对 来好咱们话不多说了 咱们先来做一个口部操 让咱们放松起来 跟着老师做口部操啊 跟着老师做一下口部操 让你的嘴巴放松 咱们做个发声练习就开始唱歌了 来准备同学们 准备嘴巴 好 顶舌 好 画圈 反方向 准备 弹尖 弹射冰动 双唇打响 打哈欠 再来一次 很好啊 老师看到了同学们现在已经刚刚陆陆续续的进来 是不是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做发声练习 老师打开了连麦功能 我希望啊 咱们之前没有连过麦的 像咱们青丝木雪 老师有看到啊 老师有看到青丝木雪 今天我们带着青丝木雪同学来来练个声好不好 好啊 因为我觉得青丝木雪同学在吗 再给老师打一个1 青丝木雪同学可以听到杜卷老师说话吗 听到的话给老师点打个1啊 老师觉得青丝木雪的同学正格声音条件是很好的 那么歌唱感觉也是很好的 但是你在唱歌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看着脖子唱 那整个你的声带 它就不是一个非常顺畅的状态了 所以发出来的声音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来跟老师进行一个连麦 我来带着你进行一个发声练习 好吗 青丝木雪同学在吗 在的话给老师打一个1啊 那么其他同学 如果说你看到屏幕上连麦的按钮呢 可以跟杜卷老师咱们来进行一个连麦 咱们跟杜卷老师啊 来进行一个连麦 老师带着同学们练声 那么这个课程 老师我一会来 我在修电脑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那同学们你看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希望同学们 我打开连麦功能之后 你就来上麦 那么因为我自己做示范的话 你们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切身的感受到 如果说是咱们的同班同学 你在连麦的过程中 我发现你有这个问题 去给你解决的时候 其他同学也能够感受到 我自身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对不对 可能从你们中间啊 从你们这些 跟老师一起上课的同学中间 你们去 从你们身上去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 更能够帮助你们 让你们从自身去调整去改变 好吧 那么同学们 咱们能看到屏幕上 有接听电话的按钮吗 有接听电话连麦的按钮吗 如果有的话 给老师打一个1 老师带带同学们 我们来做一个发声练习 同学们 你们的屏幕上有连麦功能吗 我怎么没有看到同学上麦呀 今天天鹤同学 老师也没看到你上麦啊 黎明同学 有是吗 来咱们连一下 为啥今天不好意思连呀 今天是咱们现在 这个点是 在外边吗 还是怎么着 老师希望啊 有机会咱们还是要多连麦的 你想 平时一节线下课多少钱 再有一节线上这种 一对一指导多少钱 有这种机会 咱们就不要 不要错过 好吧 哈喽同学您好 有一点回音哎 现在好了 你看我非得说你们 上麦吧 上麦吧 你们才上麦 这么好的机会 以后看到这个绿按钮 应该是你们争先恐后的点 我得选才行 不能是我 我还得哄着你们来同学 上个麦吧 让老师给你点评点评吧 你们才上来 是不是啊 这连连麦多好 来我们今天呢 就跟着我们的善阿姨 我们来一起做发声练习 好吧 来咱们做一个 还是把手放在这儿 听到自己的声音发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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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走 再来 走 发生练习走 Do Rai Mi Rai Do 越来越高 好 声音再出来一些 声音再出来一些 再来 声音再出来一些 山阿爷咱们的整个口腔再起来一些 走 再来一次 走 从这一个音阶的练习中 我发现同学们 你在练声的时候要注意音准 咱们的音准是 Do Rai Mi Rai Do 心里想着这个旋律 然后再去唱 好 山同学们 我们再来一次 预备 走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走 再来一次 走 好 再来一次 tant 再来一次 调 膜 再出来一次 后 再来一次 Nim 都是竖起来的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我们整个口腔竖起来 气不够使 来放松一点 就像说话一样 走 很好 很好 不要往上去找 往下一点 喝口水 喝口水 润润嗓子 这个音唱得非常漂亮 那么我希望整个气息往下 看 看了啊 所有同学都一样 往下 来走来走 好 肚子使劲儿啊 来肚子使劲儿再来 走 好 往下 好 阿姨 整个面罩得起来啊 睁大眼睛 对了 来预备 走 好 习气 鼻子洗气 走 好 吸气 鼻子洗气 走 再来 吸气 咕咕咕 走 走 音准 走 下弦的时候 Wu Mi Rai Do 给它唱准了,来再一次 走 好,要再注意一下音准,再来一个 好嘞,同学,这边您需要注意的就是 把每个音再唱准了 我们把手伸出来 一个一个台阶上去再下来 好吧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练声先到这里 好嘞,好不客气 同学们,你看啊,在练声的时候首先 音准得注意,首先各位同学们在练声的时候要注意音准 第二个呢,咱们要注意 整个气息是 往下去找气息,你感觉到啊 老师说了,咱们丹田的位置在哪里吗 你们各位同学还知道吗 咱们丹田的这个部位,其实就在你的这个肚子 往下找,好吗 咱们的肚子往下找的这个位置 小肚脐眼往下三指的这个位置 就是咱们的一个丹田的部位 那么你如何去使上你丹田的这个劲呢 就是感觉到,哎,你发一个嘿,嘿 就感觉到小肚子是一弹一弹的 那么在唱歌的时候呢 咱们试着去找的,哎,往下去找 感觉这个声音是尖尖的这样下来的就可以了 好吧,来做完发声联系之后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节课所学的第一节课 我们所学的歌曲,同一首歌 那其实呢,我在大部分啊,像咱们一个初级阶段学习的时候 我在选歌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倾向于给同学们选的 都是咱们比较容易上手,比较熟的这些歌曲 像同一首歌啊,耶利安女郎 我是希望呢,能够在这样同学们还比较熟的歌曲中 咱们能够建立自信心 对不对,那么用熟的歌曲去学 你是不是只学老师给你的技术 然后咱们去感受一下自己有没有进步就可以了 对不对,来我们直接先来唱谱子啊 来唱谱子,老师把我弄成小的 可能我再小一些啊 我把我弄的小一点 这样吧 来我们来一次啊,先唱谱子 来我们来一次啊,先唱谱子 咱们要把谱子唱熟了 对不对 那么这首歌呢,咱们来看一下第一页啊 这首歌呢,是一个四四拍的曲子 那么四四拍的含义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每小节有两拍 每小节有四拍啊 四四拍的含义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那么老师说过了,杜杰老师有给大家说过 那么四四拍的话,我们手打节拍要拍几下 一二三四,打四下啊 我看到同学们今天都不怎么活跃啊 来,再直播间呢,你给我打一个666 再直播间呢,你看我是问过你们 觉得大家希望来上这个课 所以呢,我把这个课都已经是给同学们申请下来了 我希望同学们你们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啊 咱们跟着老师互动起来 亲爱的同学给老师打了 吴红同学给老师打了 兴同学给我打了 在直播间呢,你能跟着我去学的 给我打一个666,好吗? 你给我打一个666 来,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那咱们的手就要一二三四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do, la, do 我们慢一点啊,确保咱们先把每一个音认识了 好不好,来跟老师数一下 一二三四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do, la, do so, do, right, mi, fa, so, do, fa, mi, so, right, mi, right 来,同学们 那么从第一小节的这个 我们去看是不是这里有一个负点节奏 这到后边咱们语节奏语节拍的时候 是有个ài Será 会说是不是讲了复点节奏 前边唱的 稍微要长一点 大,大,iffs, Pero day, mi, 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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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是在第二拍的厢半拍去进的 这上面美出在第二拍的后半拍去进的 对不对,来,我们再来一次 so, do, right, mi, fa, mi, do, right, do, drive, do, la, do, la, do, la, do, eh Fa, Do, So, Do, Rai, Mi, Mi, Fa, So, Do, Fa, Mi, So, Rai, Mi, Rai 来,再往后啊 这里这个线叫做什么 是不是叫做连音线 你这一块要唱的更连贯一些 对不对 再来一次啊 mi, Mi, So, Do, Si, La, La, So, La, Si, La, So, Mi 这一个啊 这一个能唱下来吗 各位同学们 前边啊 这一段谱子能唱下来吗 那个这个这个复习课啊 我就要讲的慢一些了 这个复习课我就要讲的慢一些了 我得确保你们确实是真的跟着我去做了 并且呢咱们复习的掌握了 我再往下 来 能不能 能不能跟上 能跟上的给我打一个E 能跟上的咱们给杜端老师打一个E 能唱下来是不是 来咱们再来一次啊 我们就往后走 来再来一次啊 我来弹琴 你们自己拍手啊 准备 一二三 走 你的掌握了 Crow 说到来, 咪咪发送到, 发咪苏, 咪苏。 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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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苏。 再往后啊 发发骁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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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rooms 在咱们简朴当中的0是什么意思 把你们的答案给杜蒸老师打在公屏上 在咱们简朴当中的0是啥意思啊?各位同学 零是不是就是空拍的意思 对 修指符就是要给它空一拍的意思 空出来 没错 来 咱们再来一次 替它把空拍空出来 那么这个零呢就是空一拍 是不是它占的是一拍的实质 来 咱们再来一次 越到高音的时候 肚子越要往下沉 越是到高音的时候 咱们肚子越是要往下沉 Dou la fa sol la Shi she she sheUp her sonni Dou la fa so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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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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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 再冲出来一次啊 Sao Do Rai Mi Fa Mi Do Do 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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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La La Si Si La So La So Rai Mi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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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Rai So 又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什么记号啊 来把这个这个符号再给我打出来 这老师现在锁圈起来的这是一个什么记号呢 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记号各位同学 反复记号啊这是一个反复记号了 这是一个反复记号了 我们要再来一次了 对不对你看咱们看这个整谱啊看这个整谱 给亮我们同一首歌 先花蹭要再来一次第二段了 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问题 我在这里呢就不重复了就不重复了 那么我再问一下啊虽然不重复了 还是要问一下那么反复唱到这个 来看啊唱到这个Rai Mi的时候下面要接几房子了 我来提问啊唱到这个Rai Mi的时候咱们要接几房子了呀 第一段是唱到这个地方 没有错对吧第一段唱到这没有错 那么第二遍我们从头再反复唱第二段歌词的时候 咱们就要接咱们的一个R房子了 那么第一房子还要吗不要了直接跳过去 Rai Mi Fa Fa Mi Rai Do 直接建二房子了 好吧来我们来唱一次 我来连麦 还是在连麦的过程中唱啊来其他同学刚刚 刚刚你看我们的善同学上麦了 其他同学来我来听一下啊我来听一下咱们唱 直接来唱这首歌 咱们唱同一首歌的时候啊我还是不是有同学还没有跟杜娟老师当面的唱过 我希望啊咱们能够踊跃的连麦你在连麦的过程中呢 我才能知道你欠缺在什么地方 如果不连麦的话确实我觉得这个课程的意义何在呢 对不对如果不连麦的话这个课程的意义何在呢 我希望就是能通过咱们的这个点评 通过咱们这个线上面对面的我带着你去发声 我带着你去复习 复习完之后我去检查你 咱才达到了我给你们申请下来这个课的一个意义 今天天鹤同学非常好啊 今天天鹤同学那边网络怎么样啊老师给您点了上麦了啊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 我没有看到今天天鹤同学 请求钟我已经给您点过了 是不是网不太好呀 金天鹤同学 是不是您那边的网络不太好 其他同学呢 其他同学咱们上个麦好吗 怎么我看咱们的吴红同学 星同学 钱矮云同学 王秀华同学 这几位同学 咱们都是默默的在听 我咋没有看到你们上麦呀 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上麦呀 今天天鹤同学还是连不上啊 还是连不上 来我们换一位同学试试啊 试一下王秀华同学能不能连得上 首先咱们连麦的时候要保证这个网络通常 王秀华同学我给您点了啊 点了之后您那边是怎么样 我一直上不了麦 钱矮云同学是为什么上不了麦呢 是从咱们上课开始一直都是没有办法上麦的状态 对吗 钱矮云同学是从咱们 是从咱们开始上这个咱们的课程开始 就是一直都是上不了 是从今天开始吗 还是从咱们上第一节课开始 你就从来没有上过麦是哪种情况 啊同学是一直没有上过麦是吗 那你一会联系一下班主任老师 联系一下兰胖老师 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 这个必须得解决的啊 不解决的话咱们这个 大鹏教育声乐学院的这个这么 从来就上不了 那我一会也跟兰胖老师反 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记录下来啊 钱亚云 我现在就记录在我的手机上 其他同学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其他同学还有吗 有的话你也给老师打出来 也给兰胖老师打出来 从来就上不了 你看今天我给 我跟这个敬天天和同学连也是连不上 一直上不了 王秀华同学咱们没有连过是吗 王秀华同学之前有连过麦吗 不管是在点评课呀 还是说在咱们这个正式课的连麦过程中 王秀华 王秀华同学是一直上不了对吗 是从来没有连过吗 是从来没有连过吗 是从来没有连过你给我打个1 如果就是今天没连上 你给我打一个666 你给我打一个666 好嘞 是从来没有连过哈 前阿云同学王秀华同学 那么其他同学没有说从来没有连不上的情况吧 如果有的话 你跟我说一下 我给咱们的蓝胖老师反馈一下 他去帮你们去 从后台去解决一下 然后可以帮你们收把手的去操作一下 好吧 你们今天是从小程序进来的吗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你们今天是从小程序进来的吗 还是从咱们的大鹏教育APP进来的 今天今天和同学是从小程序进来的对吗 今天和同学我也 我也给你上不了麦 那么咱们的山永霞同学是从哪进来的呢 山永霞同学就能连上为啥 山永霞同学就能连上啊 山永霞同学也是从小程序进的吗 从小程序 那为什么有的同学行有的同学不行呢 我记下来这个问题啊 我记下来回头我们去解决一下 那老师呢再带着同学们我们直接来唱 好不好我们来打开嘴巴 来有同学之前说老师我想对体验课的内容 进行一个复习和巩固 首先体验课的第一堂 咱们的三开咬字训练法 你要打开嘴巴打开口腔打开牙齿 咬字发生在唇齿之间 所以你的咬字啊你的咬字整个要给它咬在咱们的唇齿之间把你的牙齿使上劲把你的口腔打开 为什么说把你的口腔打开呢 因为口腔越大空间感越大你的声音就会越好听 所以啊同学们 所以同学们 咱们一定是不管你唱什么歌 不管是我今天带你复习的歌也好 还是未来我带你学的新歌也好 或者再倒是啊或者再倒是你说你的这个哎 老师我要去学一首别的歌 因为老师从第一节课我就跟大家说过 咱们我教你的这个方法可以用在所有歌曲上 这也是为什么每堂课我都会给你强调咬字问题气息问题 因为所有的歌啊都离不开这个就像你学习数字 咱们再大的数再小的数都离不开这个12345678这个阿拉伯数字 唱歌呢它就离不开咬字气息和这个道 Rai Mi Fa Solashi这几个页 所以啊其实这些都是相通的 来咱们直接再来一次啊 如果有点连不上的话咱们先不管了啊 咱们先直接往后不能让这个耽误了 咱们整个的进度和时间 不能耽误了咱们的整个进度和时间 跟着杜专老师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啊 记得打开嘴巴打开牙齿啊 感觉是哈的气唱的啊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颗角落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颗角落 终于音来今天 咱们要感觉口香是直升开的 为什么我去练这个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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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灑满了所有的童年 风雨搜遍了世界的角落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再来第二段 咱们先把情感放开之后 首先你的嘴巴咬字要做到气息感觉到往下沉 你的小肚子的力量是一直要有的 好吧,咱们来第二段 一二三走 水水水水水 立起来啊,走 水千条山万座我本曾走过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名口 在阳光灿烂 快乐的日子里 我们收了收啊,想说的太多 最后? 简直中 操순 全面与遍 宇宙 春天 宣传有好的故事转生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 给接第二房子了啊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三四 同一首歌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音其实它完全并没有那么高 它没有那么高 但是杜卓老师在唱的时候 我依然是要打开 我们看我嘴边 星光灑满了所有的童年 风雨走遍了 因为这样唱不费力 而且你听起来是好听的啊 你打开嘴巴 打开牙齿 打开口腔 让整个的感觉 咱们立起来了 就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咱们都要跟着老师 运用这个三开咬姿训练法 去唱所有的歌 所有歌呢 在这个方法里也都是适用的 对不对 来我们复习完这首歌了 这首歌还有问题吗 看不见老师表情有点小 是吧 但是我的嘴巴是张开这样的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嘴巴 星光灑满了所有的童年 我的嘴巴一直都是打开的 对不对 你要感觉声音是一直是竖起来的 这首歌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你给我打个一 没有问题的就打个零就好了 好吧 有问题的你给我打一个一 没有问题的这首歌 咱们就打一个零 没有了是吧 非常好啊 吴宏同学打的是一 还有啥问题呀 还有哪儿老师没有说清楚 这个简朴的尔米发塑拉西 认识了吗 同学们秋天多喝水 还不会唱下来呀 静静天活还不会唱下来呀 那这个的话啊 咱们学了正式课一遍了 那么这个课我又带你学一遍了 如果说还唱不下来 你就看回放 看回放 咱们练一遍一遍跟着去唱 我不信还唱不下来 今天课同学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给老师打个一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唱下来的 我今天这么慢了啊 下来看回放 咱们这个回放不是可以无限看吗 可以无限看了 可以跟着我今天放的速度这么慢 鲜花层 咱们如果上课 因为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的啊 如果说你现在如果说老师我没有完全掌握 咱们就看回放 好吧 你们知道老师刚看什么的吗 我现在不是在顺意吗 从窗户边上过去的一个飞机 这边的飞机啊 看的是特别清楚的 高音部分怎么上去 明白明白 没有关系啊 咱们可以看回放 回放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慢速看 一遍一遍跟着无数遍的看 我有可能我别的歌都不用听 我别的地方不用听 我就只听老师带唱这一部分 我一遍一遍跟着练就可以了 好吧今天天鹤同学 没关系啊 零基础 咱们就跟着老师给你的这个回放 一会儿我把回放上传了之后 你就跟着一遍一遍的去练就可以了 好吗 吴红同学说 高音部分老师怎么上去 咱们试着用假声 用假声唱 如果说高音唱不上去了 咱们就用假声 这也是为什么我带着大家去练声 去练声 这个就是练咱们的一个假声啊 明白了吗同学们 我也是零基础 咱们其实直播间99%的同学全部都是零基础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接触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啊 如果说你没有完全掌握也是很正常的 咱们看回放 跟着一遍一遍的练就可以了 肯定能够把它功课下来的 好吧 那么这首歌练完了之后 就到咱们第二堂课的一个内容了 咱们一个认识C大调音阶 什么是C大调音阶 C大调音阶 就是咱们的一个中央C 小四一组的这个D 往后走的这个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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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音阶关系全部都是全音全音半音 全音全音全音半音全全半全全全半 听明白吗 那么老师这样说能明白吗 老师这样说咱们能明白吗 能明白的打一个1 同学们我跟你们说句实在话 你们的这批学员真的是 就跟你们在一个班的这一个学员 你们这个班真的是非常好 首先咱们的班级人数说没有那么的量大 所以老师给你们都是能够 基本上能够满足大部分同学的需求 是不是有同学说老师我跟不上 我就在这你们来一次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班真的是你加入到这个班 你买到了就是赚到了 是不是同学们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 你看我又送你这节课刚开始我说的是 248096节点评课 现在96节直播课 现在真的是啊 这个课程远远可比90 比106节都多太多了 对吧同学们 你们这么信任我 我必须得让大家都能够学会 是吧同学们 来 那么刚刚老师有说了这个C大调音阶啊 那么咱们的第二堂课 学习的歌曲是什么呢 学习的歌曲是一首伊利亚女郎 在这首歌曲中咱们认识了简朴的调号 也就是都等于什么 伊利亚女郎这首歌是都等于G的 那么就它是一个G大调的歌曲 对不对 那么认识了C大调音阶知道了 C大调就是以C为DOT的全全半 全全全半的音阶 那么G大调就是以G为DOT的一个全全半 全全半的音阶 我给你们唱一下这个C大调音阶 Do right me for so la she do Do she but so for me right do 就很高了 对不对 那么音阶关系就是全音全音半音 全音全音全音半音 如果你不懂的话就去看这个琴键 全音关系呢是两个音中这它隔了一个音 半音关系呢是它直接没有隔 那么你如果以G大调往后去找就是A G往后去找隔一个的 A往后去找隔一个的 然后就是到这个唱咪了是不是 咪的咪跟发之间是 来我问一下啊 咪跟发之间是什么音关系 咪跟发之间是全音关系 还是半音关系呀 咪跟发之间是全音关系 还是半音关系呢 咪跟发之间是全音关系 还是半音关系啊 各位同学们 咪跟发之间它们中间 你们想想有情见吗 半音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全 对了中间没有任何 它们两个中间直接就是一个份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半音非常好啊 这就是咱们呢 看来咱们对这个 这一块知识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叫做阅历知识 好吧 来我们直接来唱 耶利亚女郎 我们直接来唱啊 老师还把我调成小一些的 我还把我调成小一些的 我们再来一次 遥远的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好啊 来有同学能上麦吗 有同学能上麦吗 有同学能上麦的话 我们再来连个麦啊 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看有没有能上麦的 再给我调大一些 我再调大一些 让同学们都能看清我 来有同学能上麦吗 有同学们能上麦 我们就来一次啊 我们再连一下试试 很远的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还是不能上麦是吧 那我们直接来唱 好吧 来老师带着你们直接唱啊 很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同学们有看到吗 这个地方有一个切分音 看切分音是不是中间长两边段 哒哒哒哒 这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切分音的特点就是中间长两边段 哒哒哒哒 很远的地方 有个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 看了是你更年轻 看了是你更年轻 有点低啊 这个调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 看了是你更年轻 这两句再来啊 很远的地方 这是打的什么 很远的地方 这是我的变的 这个是节奏还是节拍啊同学们 老师打的这个变化的是节奏还是节拍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互动起来啊 这个点评课 这个复习课啊 我就是希望咱们能够随时互动起来 我把这些对节奏啊 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 很远 王秀华同学老师打的是节拍吗 这个是节拍 很远的地方 有个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来我放上原唱 我来给你们打节拍啊 我来给你们打节拍 我们跟着来一次 我给同学们找一下 耶利亚女郎 我们打节拍啊 我看今天还有 还有人跟我说节拍的 王秀华同学 钱雅云同学 变的是节奏啊 变的是节奏 变的是节奏啊 这可不是节拍 来我们打节拍来一次啊 咱们打节拍来一次 各位同学 打节拍不要着急 节拍是不变的 这是节拍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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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看到了吗 对我打的这个是节拍 节拍呢就是你看 他无论是不管是唱的节奏 对不对他唱的 这个节奏如果说 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创作一些节奏 但是呢我还可以打问这个节拍 这个就叫做节拍 节拍是不变的始终都是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对吧来我们来一次啊 我们来唱一次 懂了是吧非常好啊懂了 这就达到咱们这个 送给你们这个课的目的了 好吧来我们来一次啊准备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传说 她的眼睛 看了是你更年轻 这么好啊 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 你就不会哭 你就永远不会老 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 我要努力去寻找 再把强调两句来一次啊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传说 她的眼睛 看了是你更年轻 第二段啊 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 你就永远不会老 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 我要努力去寻找 看我的牙是不是立马打开了 耶利亚 神秘耶利亚 耶利耶利亚 耶利亚 神秘耶利亚 我一定要找到她 再来一次啊 同学们再来一次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这个音乐 所有人用真声 全部可以唱 来一次来一次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有人在传说 她的眼睛 看了是你更年轻 第二段 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 你就永远不会老 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 我要努力去寻找 耶利亚 神秘耶利亚 这个歌能唱下来了吗 这个歌能唱下来的 你给杜卷老师打一个666 这首歌曲 咱们能跟着唱下来了 你就给杜卷老师在公屏上 打一个666 打一个666 其实你们在唱歌的时候 如果注意到了老师说的这几点 来我给同学们总结出来了 你唱不好的地方 咱也不要着急 你就慢慢的 比如说我这句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我就唱不明白 我就一遍遍的 就这句 很远的地方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咱就一遍一半的去练 不要着急 我不相信 咱练一遍不会 练五遍不会 练十遍 还不会吗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上课 还没有完全跟上 咱们看回放 那么第二个呢 咱们音准稳定的地方 如果说的 老师我聚了这句 拉拉拉 我能唱准 那我就试着去唱谱 我试着去唱谱 感受一下这个音高概念 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第三步 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 咱们就想着 杜卷老师给我课上 说的这些知识点 咱们运用进去 自信的唱 不要怕唱错 哪怕我出了问题 我也要唱 好吧同学们 做到这三点之后 我相信你们都能够 有进步和有变化 好吧同学们 那么今天呢 杜卷老师带着同学们 咱们复习了 咱们复习了 第一节课的简朴 以及第二节课的 这个C大调 认识了调号 复习了同一首歌 和耶利亚女郎 这首歌曲 那么咱们今天的复习课 就到这里了 下堂复习课 听你们的班主人 给你安排 应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周四啊 周四的这个时间 五点到六点 咱们这个复习课 是六十分钟的时间 等这段时间的复习课 上完同学们 全部都掌握了之后 咱们再往下进行 开始第十三节课的学习 周二和周五不上课啊 上复习课的阶段 咱们不上 不然的话 你们吸收不了那么多的 你们是吸收不了 那么多内容的啊 你们是吸收不了 那么多内容的 所以记住了 咱们在上这个复习课的时候 周二到周五 你们就复习巩固一下 就可以了 咱们就不上课了 好吧 周二周五 听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周二周五 咱不上课了 就周一周四的 五点到六点 跟着我复习 你看你先把 咱们我得确保 你们把前边的知识 咱们都掌握了之后 你才能够往下找呀 是不是 如果我紧接着往下找的话 那我这个课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课就没有意义了 现在你得有时间 去复习巩固这个内容 好吧 不客气同学们 那咱们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们周四再见了 我们周四再见了 拜拜 周四见 不客气啊 各位同学们不客气 不客气 那咱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各位同学 看一眼啊 有个女郎 名字叫做耶利亚 好同学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周一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上课 周二都五的这个真实课先暂停 而且这个课我是正常送给你们的啊 不影响你们的整个学习 不影响咱们后续的学习 这个课我是申请送给你们的 夜里夜里呀 好同学们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